哈喽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 我们现在玩的叫火焰模组生存村长篇 我是那个村长 我们现在干嘛呢 咱们溜达溜达啊 村里现在怎么样了 呃这个职业反正挺多啊 小伙伴们听着没 有僵尸的声呢 我就跑去了 你跑啥呢 里边原来是钻石啊 怎么里边变成石头了 挖了两颗绿宝石 我里边都是绿宝石矿石 ok咱们这个小伙伴们说 这边太不平了啊 我看看绿宝石十个了 这都可以咱们自己用啊 吃的喝的够不够 差不多吧 嗯这个矿石也扔这吧 那个铁匠会把这里边的矿石拿过去砸啊 然后做装备什么的好像是 ok那咱们现在干嘛呢 咱溜达溜达啊 找一找 他为什么鸡都白脸的 这里边原来全是那个宝石啊 这怎么谁给我换了啊 里边怎么是变成破石头了 哈喽这个叫德鲁伊啊 他能干嘛呢 他会催俗农作物 这德鲁伊没什么文化啊 智商十四才 呃那咱们看一下啊 屠夫把羊带走了 这么个羊法呢 我能把羊给整死了都 这羊都没了啊 羊好多了 这呢 这什么鬼啊 这个拿着啊 嗯 咱们要不要再来一个呃 牧羊人呢 就是我看啊 他剪羊毛 他不高兴了 他智商还挺高的 三十三级 咱们再给他来一个吧 可是没有多余的村民呢 有感觉 呃 买东西啊 买什么呢 买草帽那个 哎这是啥呀 哎这没见过啊 是因为升级了吗 我给苹果 这是啥呀 我给翻译一下给我 队长 啥什么叫队长呢 我来一个吧 这是吟唱诗人是吧 这个咱再来一个 德鲁伊的牌子还有一个 还有什么 这个是 魔法师吧 附魔的好像是 OK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 呃 牧民 不是 这个神父 凡致病的啊 猴树的铁匠 德鲁伊 呃 这个是 没了是吧 那咱们先来个这个啊 这个什么玩意儿 嘿 哦 他是改不了的啊 我看看村民 有没有多余的村民呢 买 买了很多的那个 嗯 小村民的刷归蛋是吧 他们都应该长大了 没人呢 人都拿去了 嗯 嗯 可能啊 咱们还得需要啊 还得需要新的村民 咱们去学校看看 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没长大呢 没有啊 就剩老师一个人了 那我把这老师给变了 这样吧 咱们把那个农民变了吧 农民现在对咱们没什么太大用啊 人口太少了 这是德鲁伊 德鲁伊不能动啊 农民可以动一下是吧 嗯 我看一下啊 农民哪去了 跑哪去了 有时候他们过来读书了 这也是德鲁伊 这是铁医 他们都在学习呢 OK 这玩意到底是啥呀 翻译叫铁匠 不是叫队长 把它扣下来 不让他们搁这儿住 给他们盖大房子 这都是我放回来的 是吧 村民都拿了 农民 她吗 我看它是什么子役 农民 我让你变成这个 能变成德鲁伊 那我让你变成这个 OK 去抓点小动物啥 农民咱们没有了 咱们一点点培养 这个是不是给保安队长用的 这写个队长就 保安不是有好多个吗 我看看啊 我没有饭吗 难弄你有点啊 你是什么 他是伐木工 OK 那就那咱们下一期呢 咱们再弄点村民刷怪蛋啊 OK 我都给扒了 你为什么一直不高兴 你状态 他老不高兴了 现在有个伴了 还不行吗 你啊 给你找了个伴 进去看看 好吧 小伙伴们 那我们下一期啊 继续瞎折腾啊 这个是吧 他们你拿个土豆干什么 哇 他好高啊 他比我高啊 好吧